推动六年计划提升预报准度 但气氛从这个问题后急转直下 目前委员要针对哪方面进行约谈 这部分我们不顺了解 大概什么时候要去约谈 要看监察院 从一回有监委 五玉井上门质疑专业度 副局长话讲的有点吞吞吐吐 大批人马转身走出会议室前后差很大 一样来说 他经调查的结果 他上修了五次 就在中心的副局长 有没有向主委官很强有力的提出 这个有关这个预报警戒 为黎清有无失职 监委带走了莫拉克警报单 风雨预测 预报记者会的光碟 还有总雨量预测等资料 紧接着下星期二 除约巡副局长外 还有气象局长 新赛琴 预报中心主任吴德荣等人 9月7号8号 还会找来学者专家一起开会调查 去年卡梅基造成中南部灾情惨重 气象局请来外面学者专家指导 画面全公开 低姿态表达改善 他们对南部的雨量也是只顾到五百到一千 今年马从彤点名气象局长罕见出面灭火 直播网友不领情 共刺气象局长根本转任听障委员 对照过去气象局说法才是唯一指标 现在只能老把预报的极限挂口上 希望争取外界多包涵 GPB的新闻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